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王編輯一部正在背沙拉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能夠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忙在直播節目和直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現在說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Facebook群組 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 看到的東西 有人發了一張帳單 他就說星期六五個人去九龍城 一間茶餐廳吃飯 他說茶餐廳吃飯是生日飯 第一次去吃 他說食物可以吧 食物質素一般試過就算 但是他就罵一件事 他就罵說很貴 有些人就罵說是劏客啊 李老美 其實香港現在流行的一件事 我留意到是香港的潮流來的 潮流流 雖然餐牌有價錢 但是吃完X多一鍋才是黃度 其實 這間茶餐廳真的是黑 他遇上一些極品的客人 這些東西是明碼實價的 你可以吃飯 是不是? 其實這間鹽隔來說也不算是茶餐廳 因為他是賣酒的 他是有啤酒的飲品的 那他那張單是怎樣的呢? 我讀給大家聽 我為什麼說這些人很離譜呢? 就是他叫了一個碗魚魚皮 那個是61元 叫了10支藍莓 410元 只是 啤酒這個價錢已經是合理的了 就是 就算是 小藍莓 不是大支 41元 其實也是合理的價錢 我認為 那 那小藍就說 是啤酒費用厲害而已 喝不起就米飯豪 我認為他這個價錢是大啤來的 就是我 根據我對香港市況的了解 就是41元一支大啤是很正常的 就算是 但是就算是小啤也不是很離譜的 你出去喝酒 你一定要預算在超級市場買的幾倍價錢 這是你要預算的 因為 它是有其他成本的 它不是沒有成本的 賣啤酒的食肆 它是有成本的 它有一個冰櫃的那些 它不是沒有成本的 它雪一瓶啤酒 其實每一瓶啤酒雪過去都是有成本的 一定要算錢 那 兩方就說四十多一支藍莓正常 它是四十一支 無三不成幾 所以是很便宜的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價錢是很便宜的 炸雲吞 一個應該是麗牌64元 炸雲吞64元應該有 六隻左右 應該會六、七隻這樣 通常給你八隻 如果是六十多元就 我想就 它還有一個就是 兩個 叫了兩個 這個腐乳通菜 這些其實 每個是六十八元 其實是很便宜的 一百三十六元 那它又叫了一個 豬潤應該就是 雞煲 豬潤雞煲 九十九元 這個也是 我認為是很合理的價錢 接著它叫了一個 支中牛腩 九十九元 也是很合理的 接著就是 叫了一個炒龍等球 一百八十八 這個也是 對的 這個價錢是很便宜的 一百八十八 當然現在有些人說 在大陸便宜很多 其實有些是沒得這樣給的 接著它還有一個 就是沙爹粉絲牛肉煲 九十九 這個也是正常的 然後喝一支可樂 十六元 可樂 就是這樣說 可樂超級市場 五元罐 但是 你沒理由要一家餐廳 收你五元罐可樂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十六元也是合理的 接著叫了一個 例牌燒腩仔 146元 又是正常加 接著還叫了一個 椒鹽腰果鮮油 加了腰果就貴了 如果這樣叫椒鹽腰果鮮油 便宜一點點 九十六元 加起來就一千四百一十四元 加一也沒有 其實便宜到鎮 我也想找一下 究竟它在哪裡吃 其實就是 但是香港有些人是瘋狂的 其實一看到 1414 14 他們就說 劏客 這麼貴 瘋狂 搶錢什麼 香港的食肆 現在基本上 你看到現在香港 有一幫很極品的人 他們現在成了一輩子 我也告訴大家 這個我也沒辦法 他們是成了一輩子 他們根本 人家那些食物OK 明馬實價 接著也要說沒有下次的 接著又說收費出事 這樣 這些正常街坊價錢 都要罵 其實 有沒有搞錯 那HAPPY WONDER 就是去大陸 要時間和車費 如果 要計算那五個人的車費 一晚去大陸吃飯 但是你能否節省到車費回來 也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對吧 這些是正常價錢 那兩方就說 就算自己帶走 也要開評分 因為佔用餐廳 設施人手 和用餐時間 因為你去餐廳吃東西 有一部分的錢 是租金來的 你坐在一個地方 他有租金成本 你要給別人 公道一點 可以嗎 香港人 你不是要吃別人的居住 才行 基本上這些是 很合理的收費 這些經營 也沒有問題 因為茶餐廳不收家一 他們現在就這樣說 小紅書那些人就說 香港茶餐廳隨便 都能吃一千多 其實我看到我就很生氣 其實現在香港 大家水心火熱 經濟是 現在小紅書 當然令到有些人 會來香港打卡 有些食肆是受惠的 但是 那些人在小紅書那裡 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根本是令到香港 變成一個 袋子臭了的旅遊地點 好像海南島也很慘 我的看法就是 海南島也被人說 那些海鮮是劏客的 如果別人那些東西 是真的游泳的大海鮮 就是魚那些 不是小海鮮 海鮮有分幾樣東西 有大海鮮和小海鮮 就是說 有人說青島有海鮮 別人青島的嚴格來說 我會界定為很多都是小海鮮 魚那些就不是游泳 那個現實就是 Ritter Ho說 都不知道是什麼人 吃這麼多都是一千四百 還說貴 回家自己煮吧 哈哈哈哈 Ritter Ho也說得對 剛剛說那家也不像是茶餐 是炒小菜 但是他已經有酒牌 他已經可以買到啤酒 其實 他這樣說就是茶餐廳 其實這些就是茶餐廳轉型的 他們也做了小菜 晚上試的時候也做了小菜 其實 人家經營已經很難了 其實現在做食肆的人 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情很生氣 就是 做食肆的人已經很難了 而且還要去搞人 這些我就覺得很不妥 想香港好的人 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 就說自己開肩 現在怎麼開呢? 如果你開肩的話 就遇到這些極品客人 你也會氣死吧 我看到我也會氣死 其實還不是我的報道 對不對? 先說一下 Ester Walk 經常跟大陸 如果大陸的租金和香港一樣 就不會這麼便宜 其實還有一件事 大陸的薪金是便宜很多 大陸的薪金 嚴格來說 是香港的三分之一 就是 在深圳的薪金是三分之一 你不要說我做IT的人 可能做薪金多於香港 這些是很少部分的 普羅大眾賺的收入 是香港的三分之一 更加明顯的是 公務員的收入是相差很遠的 香港公務員的收入 是大陸的公務員 五、六倍的 不過 在大陸做公務員 他們有可能搞到灰色收入回來 我也說過現實 大家有不同的社會的結構 有些事情沒有辦法 直接相比 所以你說要融入大灣區 是要融入大灣區 但是你要適度區隔 因為你的社會結構 根本跟內地的社會結構 是不一樣的 Kawaii 又不是收內地的薪金 而是說內地的物價 其實 有很多人現在說的事情 是很瘋癲 例如說去深圳買就可以了 不用時間成本 不用坐車載錢 香港的零售業收皮 這樣 距離事實太遠了 但是 香港人如果繼續這樣搞自己 自己搞自己 就一定會死 我鐵批 那 Kam St. Lo說 九龍城地的一些都不貴 就算是小藍妹 41元也不貴 我就跟大家說 你不可以用超級市場的價錢 他在銷售市場 10元一瓶而已 為什麼要41元 其實他收回幾倍的錢 是很正常的 他酒牌是有成本的 是不是 還有 還有 他有個冰櫃冷藏著啤酒 我猜我應該會給你一個桶 有些冰在裡面 這些全部都有成本的 所以你根本 不能跟別人計算 還有 你如果叫10支啤酒的人 差不多坐一整晚 你在那裡 起碼要坐兩三個小時 吃這麼多菜 起碼坐兩三個小時 朋友生日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坐兩三個小時的話 其實 老實說 這些價錢是很正常的 其實是 Line King 88 就是香港不會天天上內地消費 有時候會在香港消費 其實 回到內地消費 其實最受影響的商戶 就是北區的商戶 因為距離 距離始終是很近的 這是真的受影響的 但是 你住在香港其他地方的人 沒有理由 每天都上深圳 很方便 我上深圳 是很方便 但是你有時間成本 你要計算時間成本 不是隨便 就這樣上去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有時間成本 你要計算下去 才行 的稱的 就說香港出街吃飯 快餐店除外 人均消費兩百至三百 很幾倍 其實 兩百幾三百元 根本是很划算的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的人 現在會搞成這樣 你是不是很難賺錢 現在香港 我知道 賺錢不容易 我的朋友都是這樣跟我說 但是 有沒有必要 現在 再做些事情 去弄得自己更難賺錢 對吧 CM James Ho 就說 嚴貴就在超市買啤酒 回家遊 其實現在有一群人 就是成了一輩子 其實那間店 做生意一點問題都沒有 明馬實加 是不是 那些出品其實 應該是OK 我沒有去過 但是 如果 出品不OK 他就罵出品 是不是 但是 這個價錢 就說沒有下次 如果人人都是這樣 你說香港死不死 如果這樣也是死 哈哈 雖然 以前去台灣吃東西便宜 但是港人理解差異 近年 為什麼香港人 智商下說 其實是 你的網絡生態 這樣騙到view 拿到like 他們就成了一輩子 比如說台灣 舉個例子 你去台灣去其津吃海鮮 他們比香港便宜很多 但是 其津吃的海鮮 你便宜的海鮮 不是真正的油水海鮮 而且是那些小海鮮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有差別的 香港的那些油水海鮮 我們會界定為大海鮮 有很多都是 就是他要用大魚缸養住 那個成本是不同的 就是魚缸仔養住的小海鮮 和一個大缸養住的魚 去里原門 去西貢 你看到一個大缸養住的魚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哈哈哈哈 花日人類病的共同體 就說可以給他打卡 要香港吃東西 就已經值得了 價錢一點都不貴 很合理 直接便宜一點 哈哈哈哈 我也認為是 就像上次那個阿姐 其實一人吃七百多塊 他吃七那麼吃的 所以七百多塊也對 哈哈哈哈 那李光坤就說 越來越多尖鑫三寶的人 是啊 哈哈 香港 一向都是多的 縮骨算罷老L肚 很多都是這些人 但是 現在 就不只是 縮骨算罷老L肚 那麼簡單 現在就是 基本上 其實他們有沒有得益 他們欺騙奶奶之後 有沒有得益 他們那些人 那沒有得益的 你知道嗎 好像他吃飯的那個人 去那家茶餐廳 吃完飯 現在說不好的那家 或者罵這家人 劏客嗎 那些人有沒有得益 那些人是沒有得益的 除了過癮之外 他們過了癮 這些是過足癮書的 其實整個香港就是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這個我告訴你 那Happy Wonder 他就說今天坐 英國的機場巴士 司機就不能夠說廣東話 哈哈哈哈 那沒辦法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現在可能越來越多這些問題 那 VR2ZGD就說 大佬吃過自在餐海鮮放題 如果多東西吃的 都要二三百元人民幣 其實不止 其實不止 其實香港現在的東西很便宜 其實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 現在 不過已經成了風氣了 我就說 這個是潮流興 餐牌有價錢 都是一定吃完X日黃 這樣才是黃度 那就慘了 現在你這樣搞 其實現在就是死了 那 風繼續吹就說 很多人可能經過疫情 未見過世面 或者忘記了世面 千四吃這麼多東西 很正常 叫了兩盆通菜 其實說明這間餐廳好吃 其實 有些東西 你看看他們叫什麼 你都知道這間餐廳不錯 我的看法就是 那小南就說 用兩盆飯的價錢 做基數當然是貴 白癡 哈哈哈哈 哈哈 但是你千四元去吃一頓飯 其實是很划算的 五個人 說真的 我是認為很划算的 哈哈 那Western Wong 看怕鬧完再吃 但是現在是潮流興的 你沒辦法 那些人是成了一輩子 我告訴你 現在那些人是成了一輩子 做這些壞事的人是成了一輩子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就是逆這個潮流 哈哈哈哈 好了 休息一會 現在預警一下 播放一下金將軍 休息一會 跟奇奈 在江峰中的餐廳 市場上不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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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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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